今天是二二八廉假的最后一天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 依据过往连续假期 树运交通趋势研判 午后崇德地区将会 涌现北返的车潮 预计北上车流量 单日将可达到15800辆 请右路人避开尖峰时段 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 依据过往连续假期 树运交通趋势研判 午后崇德地区将 涌现北返的车潮 车多拥塞时段 为下午1点到晚间11点 请右路人尽量提早规划行程 避开尖峰时段 北上行驶书画路感 而新城景分局 吴斯汉分局长 也倾覆海拔3150公尺的 松雪楼前的大广场 并未问四位雪季执勤的员警 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 以及新城景分局 也提醒右路人 行车前详佳确认车况在上路 连续假期期间 切勿平遥驾驶 如果感觉精神不济 建议还是适当的休息 或是替换驾驶 记者凌接 修林乡采访吧 中文字幕不吝点赞 订阅 on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